有数据显示受到全国多地散发疫情的影响 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.6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0.2% 省内游周边游依然是主流出行方式 另外今年五一假期露营成了潮流 赏花加露营 房车加露营 露天音乐会加露营 旅拍加露营等众多特色精致露营产品 受到了游客们的追捧 在线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 露营相关产品的预定量是去年的三倍 可以露营的公园门票销量同比去年涨幅超了四成 部分城市露营地与周边的酒店 预定量同比去年涨幅达1.5倍 有的公园实施限流 需要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但是这也挡不住一颗想要露营的心 有人选择在小区里露营 有人选择到郊区河边露营 有的人甚至还会在家里的客厅打起帐篷 可谓是只要有帐篷 在哪都是露营 那这个五一假期 你露营了吗